自去年2月推行保持桌面整洁运动以来 托盘和餐具的平均归还率有所改善 提高到了约9成 当局有意在更受欢迎的摊位 添置更多的归还托盘的手推车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炫博士 星期六走访益顺公园小盘中心时透露 小盘中心的托盘和餐具平均的归还率 从运动推行前的33%提高到了近9成 在咖啡店和时隔的平均归还率 同样在90%左右 我们已向两名拒绝听从警察员劝告 发出书面警告 我们至今没有发出任何的罚款 许连炫另外指出 随着更多人重返职场 餐饮场所的人潮增加 清洁工在繁忙时段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清理餐桌 有公众反馈指桌面不清洁 但许连炫也说 由于行业人收短缺 希望公众能够给予谅解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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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